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0日 星期四 股市經過星期二、星期三連續兩個急跌之後 今日終於出現了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而且恆指更加在日中 曾經輕輕升上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待會再做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市房 早時恆指先是高開409點 去到21,046點 之後有少少拉鋸 一度低見20,983點 但仍然升上346點 由於沽壓就不是那麼明顯 可能經過兩天的反覆之後 要沽沽到七七八八 市有少少的結率上的回升 所以大家都不捨得沽 但是買盤亦不斷出現 結果日中的指數在下午時段 一度升了985點 去到21,622點 可惜是不能夠穩守在水平樓上 因為這一刻指數輕輕走上 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最後市房一路拉鋸 恆指就收在21,251點 但仍然升614點 成交今晚都不算少了 有3,253億 不過見過4,5,6千億 就覺得現在好像少一些了 其實交頭都仍然很長黃的 好了 十月份很快會步入中巡了 直到現在這分鐘 技術上的形態仍然是先高後低 因為指數仍然是由7號的高位 23,241 跌到9號的低位 20,190點 三天之內指數下跌了3,051點 到底多還是少呢 一定不算少 為甚麼 因為整個升浪的起步點 是8月5日的16,441 去到10月7日的高位 23,241點 怎麼計呢 8個星期多一點的時間 指數升了6,888點 經過6,888點的上升之後 股市回調回3,051點 等同回調升幅的44.8% 怎麼會是少呢 所以 如果單單以一個 正常的技術上的調整 已經是差不多 只不過去調整的時間 比較短、快 突然間一夜地下來了 所以令到大家 有一點手足無措 以及怕那個升勢已經完了 但我個人看 這次的升浪是甚麼 是由內地的政策 以及資金的主導 跟基本因素 扯不上太大的關係 大家要想想 內地的政策 會不會由現在這一分鐘 不再出呢 肯定不會 目的就是希望 內地定存的資金 能夠出來買樓、消費 投資股市 活化了金融市場 從而希望刺激內需 拉動經濟增長 即是說一次的政策出來 一定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的延續性 只不過市場 就突然之間收到這個訊息 就很亢奮 哇 當堂馬上就全身投入 變成了 升勢就有少少 不是太過理性 不理性之後 當然要回吐 一回吐 人們就怕牛市已經完了 其實整個向好的形態 仍然未完 我自己覺得 股市在整股過後 仍然在年底前 是有機會有條件作盡了回退性 恒指在23,241點那一刻 已經升貨了去年1月27個高位 22,78點 再向上望 另一個中期 我講明是中期的目標 就是2022年2月10日的高位 25,050 這就真的久一點了 沒那麼快到的 最重要是甚麼呢 第一 在看成交監法 只要一直保持三四千一的話 整個升勢還是未完 第二 經過一輪的紀律上的調整之後 只要指數能夠 站回到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今天大概在21,490點 就代表整個持續的升勢 仍然繼續 大家 今天是10月10號 星期四 故事經過星期二 星期三兩天 打破讀回調之後 今天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而且恒生指數 在曾經一度 回升到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情況 恒生指數早段先高開409點到21,046點 曾經一度稍微逢陷地進於 29,963點 可是 由於 勾壓 並不是很明顯 還有 買盤也不斷的出現 結果到 下午 時間 指數已經曾經一度 上升 985點到 21,622點 等於說 股數已經是 慢慢的 出現一個 初步的回吻 有两个基础上的信号出来 第一 现在的指数虽然是在高台 还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已经距离 昨天的低位 两万零一百九十点 差不多有一千多点 等于说暂时不用担心 它会马上再往下 试这个月的低位 第二 今天曾经一度是回升到 十天前以上 虽然现在指数暂时还是 距离在两万一千三左右水平 可是相对水电线 在两万一千五百点左右 相差只是两百多点而已 也可以这样说 要是恒生指数 能够成功回升到 十天前以上 等于说在那一分钟 指数是走在 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从技术上来看 第一 不用担心它会马上 在下试低位 第二 整个股市已经出现一个 回稳的走势 当然 后一个阶段 股市能不能够进一步 往上 试这个月的高位也好 再上市更高指数也好 还是要看内地的政策 而定的 当然 资金日式的态度也很明显 也很重要 可是资金 会不会再重新做一个布局 也同时要看内地的政策 到底是怎么样 星期六 内地的财经部 可能会有一些刺激经济的出事出台 所以大家对这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憧憬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 最重要有一点就是说 就算是有政策再出台 可能大家对那个 网上看的信心 可能已经跟上个星期 有一点不同了 最低限度上个星期 大家都会尽量把手头上的资金 投放到股市里边去 当其实大家都觉得 牛市重来了 股市应该是会一步一步上去的 可是经过星期二 星期三的回调 不管是内地的股市业 和香港股市业 也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 变成来说 高追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很熟患的 所以变成就算是未来 股市真的是有机会 再进一步推上去的话 第一 可能他们不会把手上资金 信誉的资金 在投放到股票市场里边去 第二 好了 当股价进一步上升到 不用亏损的时候 可能他们也会 趁那个机位套现 然后再观望 所以心态上 跟上个星期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当然内地的政策 我觉得还是会一步一步的出台 既然是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我觉得第二第三第四步还是会跟着而来的 所以故事这一步的上升 应该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 只是中间来说 一定有相当的反复 这个大家就要小心了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